当选高雄市场后 韩国瑜行程满档 几乎没得休息 但他依旧神采异议 原来全靠他的独家养生法 OK 来吧 一 二 三 四 伏地挺身动作精准又到位 韩国瑜养生第一重点 就是在每天成间 进行三十二下伏地挺身 做三十二个伏地挺身 这一定要做 就把全身器官打开 才开始做一天的事情 舒展器官就靠着三十二下 不过医生说 那是韩总体力好 一般六十岁的人很难做到 伏地挺身可以运动到我们的手 跟我们的脚下肢的一个活动 那还有增加我们身体的躯干的 肌肉的收缩 另外韩国瑜强调 避免运动伤害伏地挺身前 要先有三分钟暖身操 希望大家一定要做这个 很好又不花钱 双手画圈舒展 再加上深蹲 成肩体操不止这招 一 二 三 双手前后摆动搭配腿肌伸展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还有一系列招式 要将腰部舒展 韩国瑜运动只需花三分钟 以时大赞动作标准 而且能降低心血管疾病 早上的时候活动一下筋骨 例如你动动手动动脚 然后增加一个所谓下肢的运动的话 的确有办法改善我们下肢的一个末梢血液循环 尤其在冬季肌肉容易紧绷 韩国瑜三分钟暖身操更适合中老年人效仿 四十年如一日的养身法 让韩国瑜身强体健 元气满满替高雄冲刺 记者林伟王岚瑜台报道